大家好,现在和大家讲一下什么是perpendicular by Sector和Circumcenter 这三个型ABC有三个线段 在这条线AB我们先说是垂直平分线 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说这个线会和AB互相垂直 我先订回另一边 是这样,互相垂直 同样,这个BD和AD的距离会一样长 这条我们就叫垂直平分线 看到吗?就算我的AB怎么移动 这条线也会和AB互相垂直 而且会穿过AB的mid point 这条线也称为垂直平分线 先给它个颜色 红色 好了,在三个线里面 基本上有三条垂直平分线 我们就画出来 你会发现这三条垂直平分线 它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它又会穿过同一点 你的point M 还没弄 这三条垂直平分线 它也会穿过同一点 你的point M 还没弄 转一转 先给它 这三条垂直平分线 OK 好了,当然了 也有个mid point 先给它 1.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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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3 这三条垂直平分线 你会发现到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median和orthal center 一定会穿过三个线 但是垂直平分线是不会的 它是三条垂直平分线 因为线段ab,b,b,c和ac 它是有机会穿不过三个线 这个双交点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 一般叫做o o o o有什么特别之处呢? 就是这个三个人的circumcenter 中文就是外心 先给你一些名称 o is the circum center of triangle abc 而红色这些线 我们就叫perpendicular barceta o 既然有circumcenter 那就代表什么呢? 有一个circum circle 这个圆心有什么厉害呢? 就是说 如果解设一个圆形穿过这三点abc 给它一颗颜色 给它一颗绿色 方便看 如果有绿色的圆形穿过这三点abc 那old 就会是这个圆的圆心 把这些东西全部收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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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你发现了 这个old 这个circumcenter 就是绿色圆的圆心 ok 所以你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oa ob oc的长度 会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半径 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资讯 ok 这三个线都一样长 好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资讯 你要知道的呢? 有的 也是有点像这个ofl center 这样的 这个circumcenter 有机会走出街的 就是当它在一个 顿角三个人的时候 有机会走出街 ok 顿角三个人的时候 好 但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成绩 就是特别是circumcenter 会经常是考核到的 就是当abc是直角三个人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我把这个bac 直角算出来 现在一把十几度 顿角了 所以ofl center就会出街 我现在把pointa慢慢移 慢慢移到 慢慢移到变角 尽量 好 差不多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? 你会发现到 这个circumcenter 是会躺在直角三个人的斜线 这个circumcenter 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就是如果这个abc 是直角三个人 那circumcenter 那就会分享bc这条斜线的midpoint 这个是很重要的性质 那些是很重要的性质 这是很重要的性质 如果ABC是值过三个人的话 O是会躺在HIPOTON的车先BC的中间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你们要留意